你俩要拍点赞片啊 没结婚的先想离婚的事 就是我妈妈就是完全 就是对男人就产生了一种不信任了 就是是块冰 我也给你五话吧 我今年26岁 我和我男朋友 我俩都已经将近四年了 已经到了这种谈婚留嫁的年纪了 但是我妈妈她就是不公议我们结婚 因为我男朋友比我大了6岁 我妈妈就是觉得 毕竟大这么多 年龄大的人就是心耳多 她会觉得我会吃亏会上当 她心耳多不多 咱且放下不论啊 你俩是狗对象 而且现在是谈婚论嫁 想以后成为两口子在一起过一辈子 你俩要拍点赞片啊 怎么还得互相用个心眼儿 俩人还没结婚呢 先想离婚的事 这个年龄比我大吧 就是这是一方面 就我妈妈吧 她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我父亲就是一走了之的 就是不管我跟我妈妈了 到我十岁的时候吧 就是我妈妈又找了咱的第二任老公 一开始的时候吧 对我俩可好可好了 过了两年多 然后这个男人就不是那样了 就是我妈妈就是完全就是对男人就产生了一种不信任了 明白 咱打比方啊 没有别的意思 你俩就是不行 你在找了别人 她现在这些担心 是不是 还是会有关 对是不是同样会面临着 年龄比我大这个几岁 它并不是重要的一个点 需要改变的它是这种思想 对啊 你还得理解老人 第一个像你说的啊 是有鱼有证的经历 第二点来说 他的真实想法肯定还是为了你好 第三点也就是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在意你 你到底认为这个人对你行不行 你俩以后能不能把日子过长久 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两个人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当你过好了以后的话 你妈的那个心结自己就打开了 事在人为 老话讲什么的 你男朋友吧 或者是你现在来说未婚夫吧 他其实挺关键的 他得真的能出下身子 或者是心甘情愿的为你去做一些事 还是说为你这个妈妈做也好 这不是为了演戏啊 他现在有这个方面担心对吧 那你就会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他 这小伙子真是对我姑娘挺好的 伙子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是块冰 我也给你五化他 还有一点 你也不要想这个事能一蹴而就 那我明白了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是你男朋友 如果我是真的爱你的话 我都不用你说这些 因为我也不瞎 我也能看见 那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了 你自己难道还不去做吗 这种事难道还让别人交吗 我妈觉得以后咱俩过不好 或者是觉得你不靠谱 我立马就让她知道 我是如何靠谱了 明白了吗 最好的结果就是 你男朋友自己能想通这些事 然后你在过程当中起一些作用 但如果说你男朋友本身自己 他也想不明白这些事的话 你硬去推 效果也不见得就会好 你看看你用过什么方式方法 点点它呀 还是说两个人能摊牌 谈一谈呢 能解决就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